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芳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 古典吉他的可以跟不可以 大家可能会觉得 古典吉他怎么有这么多规矩 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 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 其实他也不是不行的例子 首先最常被讲到的是 弹古典吉他,大拇指不可以放上去 要下来,要下来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古典吉他的亲近比较宽 今天我不可能叫一台乌克利迪的学生 跟他说,你的手要跟古典吉他一样 这个样子放好,正正的 不需要啊,因为他的乐器 比较小,比较轻 而且更重要的是,持琴的方式不一样 整个乐器不一样 当然会影响到姿势 所以我们的手 大拇指之所以 不会上来这个样子弹 是因为他的情景 真的蛮宽的 那第二个原因 跟拿琴 因为我们是希望 我们双手离开吉他 吉他就可以很稳固的 在我们身上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弹琴的负担 因此这样的姿势 我们势必大拇指就只能在这边啊 你怎么可能这样弹一弹之后 这样子 往上 把你的肩膀怂起来 去做任何不自然的姿态呢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 诶,弹古典吉他大拇指要放下来 放下来 其实是因为 我们要维持这样一个稳定的 持琴的知识 所以我们的大拇指才 很少这个样子 第二个常被问的是说 哦,你们那个手指头哦 不可以重复 一定要交替 一定要交替 其实也是看状况的 今天要是一首曲子很慢 这个地方我想要保持音色的一致性 我当然可以 都有同一致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 啊,不要这样做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乐曲演奏的内容 常常都会有 同一弦上的同音反复 有时候不一定是反复 有可能是音阶 例如说 光这个样子 它是不是全部都在第一弦 如果都在第一弦 你说 我有可能全部右手 都用A指 一直弹吗 这样子很慢啊 你今天要 要跑很快 你不可能单脚跳 对不对 你一定会是用你最灵活的 手指头 就像跑步一样嘛 所以我们才会说 在快速音阶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 食指跟中指 基本上 会这样比较快 或者是食指跟无名指 也可以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平衡交替的概念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用 MA 也就是无名指跟中指 做快速反复的部分 因为 因为很慢 对 所以不要 就是听到很多不行 其实它还是有它背后的原因 当很快的音阶 我们一定尽量不要重复指啊 如果你右手重复了 那你很可能 练了半天 都觉得没有办法练快 很挫折 但事实上 因为你用了一个 不对的方式 那你一直练 当然就没有办法改善 对 所以我们是可以重复指 只有在快的地方 我们会尽量不要这么做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为了让学生能够习惯 所以我们的确 在教课的时候 会比较强调交替的这个动作 对 但是为了之后 转过来才会稍微方便一点点 那第三个 最常被问的问题是 我们一定要留指甲吗 右手 左手是一定不要啦 左手基本上像是民谣吉他 或什么 这边的指甲 短一点真的比较好 因为要不然你真的会很容易 按弦的时候 你按的塌塌的 你就很容易碰到零弦 所以以后在弹的时候 就会 常常会有闷音的出现 所以左手真的是不能留指甲 那至于右手呢 右手 留指甲比较好 其实在以前古典时期 那个时候 也有两个派别 也就是指甲派跟指肉派 就是不一定要留指甲的 两种说法 而且两个演奏家都弹得非常的好 但是以现在目前来说 通常会倾向留一点点指甲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留指甲 你是不是就只有用指肉在弹琴 但是如果你今天留一点指甲 你可以同时用指肉弹琴 你也可以同时用指甲的部分来弹琴 这样的音色变化比较多 所以也不是说 我今天不留指甲 我就不能弹古典吉他 或者不能弹牛圈吉他 并不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它的音色的变化 可能性会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不用想说 我指甲太软了 我指甲修整的不是很好 我的指甲太脆弱 所以我不能弹吉他 并不是这个样子 它的确可能会少了一点点的可能性 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而且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有一些医院 甚至还有一些手术 可以让你的指甲 让它不要这么的弯曲 可以稍微修得平整一点点的 或者是还有光疗啊 去做假指甲 所以弹古典吉他 要不要留指甲 要 但是要是你不方便留指甲 其实还是有别的配套的措施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说 古典吉他有什么不可以 其实我通常是抱持的 你不要受伤 那就可以 一个好的持心的知识 一个好的动作 也可以让你弹快的方式 刚刚说的这些限制 对我来说 其实都不是限制 它只是要为了 让我们能够看到更远 更多的可能性 我是一方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